南投县艺术家资料馆 目前正展出小老师师生年展 展出内容包括学龄前的亲子班 儿童创作 素描水彩 儿童画作 以及成人画作 透过画作可以感受孩子们天马行空的创意 而成人们也可借由画作疏解压力 这次展出的内容呢 有我们的小小亲子班 还有创作班 还有我们的素描水彩 跟儿童画的部分 那在这23年的教学生涯里面 我最希望带给孩子的 是能够把创意 把他们的无限潜能 能够从图面上表现出来 那我希望呢 借由这个画展 让大家看见孩子们的天真 那也从画里面看到孩子们的想法 进而呢 能够带领着孩子们 能够在未来 能够在创意的领域里面 把他的精神发挥极致 也能够在他们的工作上有所帮助哦 不论是大朋友小朋友 在绘画中 可以让兴趣更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席画的过程也让心更开阔 最重要的是从中得到开心与快乐 在小老师那边画画 我大班才学的 我今年要升一年级了 我画的是我自己在当球权的样子 我觉得小朋友学画最主要是 让他的这个兴趣 再更进一步的发展 那从他的学画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最主要他的心也开阔了很多 那从这个学画他也可以了解很多一些 在生活上细微的事情 那对他的一些学习啊 我觉得也增加了很多一些 不一样的一个路程 那最主要我觉得小孩子开心是最重要 议员罗美玲也前往历龄参观 议员表示 小老师在儿童绘画方面 多年来都是尽心尽力 而从孩子身上 也可以从绘画看出孩子的创造力 议员也建议若要学习才艺 绘画是个很好的途径 小凯路师生画展呢 从8月4号开始呢 在这个南投县艺术家资料馆呢 来举行啊 一直到这个8月底啊 那小老师绘画班成立到现在已经23年了 那这20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得出 小凯路老师在这儿童绘画方面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尽心尽力 那到现在可以说是逃离满天下了啊 那之前呢 我的小孩也在这里学画画 从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得到说 小凯路老师是如何的启发 这些孩子的这个创造能力啊 所以我这里呢 也很鼓励我们的家长们 如果你的孩子想要学才艺的话呢 绘画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它真的可以启发孩子的创造能力 小老师从事儿童美术教育23年 透过绘画让孩子们的创意与潜能 从图画中激发出来 而从绘画中也可以看见儿童的天真与创意 欢迎乡亲抽空前来参观欣赏 从中体会艺术的快乐 民意新闻林佳慧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